油菜花 这我也是第一次见 第一次停下来 你们看 这就是油菜花 我们在蒙比利埃 这个地方叫做Santones 就是离市区不远的一个小镇 看到油菜花 停下来看一下 真够漂亮 变金黄 它长得够快 下完下过鱼以后 长得特别快 接着 够漂亮 嗯 一股子白菜的味道 不是有点花粉过敏 但是这个还好吗 可能还没到时候 一会儿就得鼻子就痒 也不是所有花粉都过敏 可能是特别的花粉过敏 好大一片 走上去看看 南山毕业 那不得自己夹了 也不认识 有可能是我认识的邻居 但是它地都已经卖了 这就不知道 哇 这好大一片 不知道多少公顷 这和美国加拿大那个肯定是没法理 那就是 四百上千的 这已经不错 前些年去过图鲁兹 图鲁兹那边是向日葵 那个也是炸油 这次 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 说那个食用油涨价 主要一个部分就是因为这菜籽油涨价 这个就是菜籽油 炸菜籽油用的就是这个 牛菜花 就是用这个来炸的油 好大一片 爬上去看看 这就爬上来 爬上来可以看得稍微清新一些 油菜花 火啊 够漂亮啊 油菜花 好像是贵州还是六盘水哪 以后叫做油菜花节 去那个地方全部种的是油菜花 油菜花 它这是全机械化种的 种的时候我没看见 但是它种完的时候 经常从这棍儿嘛 看了一下 都是机械化 你都去吧 神巴托啊 去吧 不 好 下次再见各位朋友 今天看牛菜花 有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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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